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我们 祝我们容易来走全章到底在向我说什么 这一章是叫做生命关系 生命关系的一颗式 那么这一章有几种的生命关系呢 慢慢我会来发展 我们先来想生命关系 第一点 生命关系能够连结在耶稣 我们就有生命的供应 第二点 我们就有生命的果效 那一条线就是结果子 第三 我们就有生命的传承 就是永续性的生命 里面所说的长存的果子 所以一共有着连结耶稣的重要性 那里面用葡萄来讲世耶稣就是真葡萄式 所以我在这一个与耶稣的关系当中 我要真的能建立这个关系的话 我会时刻从耶稣领受这个生命养分的供应 有来这个供应 我才能有生命的果效 而不是靠着我自己的果效 但是这个果效 不希望说只有停在我这个人身上 这个果效 这个果子要能传承下去 所以当你想自己要从圣经 直接听到圣经上你说什么 就要全章里读 然后摸想圣灵就会告诉你一些 他想向你启示的信息 再过来在这一章 有我们与耶稣的关系的进程 从最先的门徒关系 进到朋友关系 进到主仆的关系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所以在这三种关系当中 耶稣在这里reveal 启示他一种非常大的爱的关系 就是朋友的关系 那么门徒的关系 是要我们去结果制 朋友的关系 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传承下去的这一种 永续性的果子 是要我们接受 拆遣被派出去 做他所要我们做的工作 这是我默想的时候 神给我的一连串 我希望我能把他讲得清楚 同时我也鼓励你 这个礼拜当中 你就读耶和福音15章 也许耶和福音15章 也许神有他自己要告诉你的话 你就可以去听到 再过来 最后一段是讲到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第一 第一 世界恨你们 不但恨我们 是恨耶稣 恨父神 所以这个 被不但是拒绝 还恨这种敌意的关系 世界 跟我们 持有敌意的关系 第二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不使这个世界 我们是从世界被拣选出来的 被拣选出来的 第三 我们会受逼迫 所以不但被拒绝 被恨 还会加害我们 这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但是 奇妙就在于 我们生存在这么恨我们 排拒 拒绝我们 逼迫我们的世界 我们却要被拆遣 进到这个世界 所以 清楚了 我们 自己生命与耶稣的关系 然后清楚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就不会跑进一个错误的 一方面要造 耶稣 一方面要造世界 一方面要爱耶稣 一方面要爱世界 这个矛盾产生的时候 我们的果子就不是属于耶稣的果子 是想达成自己的理想或目标 或是一个盼望 一个dream 那耶稣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是这一章 生命关系的基础 这个基础 假如 打好了 我们自然而然 跟耶稣的关系 就会进身 自然而然 我们生命的果效 就常变成 能够进展 不但能结果子 还能结长存的果子 不但能结果子 这个果子 还能带来荣耀神的果子 所以耶稣福音15章 其实对很多人都很熟的 不用讲 他们马上可以想到 就是葡萄士 那我们 假如真心来聆听15章 耶稣在这里所要向我们表明的 可能我们会 自己跟耶稣的关系 可以进身 我们的目标就不止在于 我要多做工有功效 乃是我要多连结于耶稣 使我所结的果子 是长存的果子 是荣耀父神的果子 这就是15章 我在摸想的时候 神给我的 那在第一节 他有用几个动词 来表示我们跟子的关系 我是真葡萄士 我父是栽培的人 只有这一个第一句话 就已经让我们感受 耶稣跟我们的关系 而且 护神 也参与我们的栽培 自从我们信主以后 主耶稣就把我们 遗址连结在他这一颗真葡萄士 真葡萄士 在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 很多葡萄士 所以门徒很快就可以明白 耶稣所要说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在这一章里面 有很多对比 或是相比 或是转锐 有很多这种地方 我们就特别注意 属于神的 神就修理干净 所以 在这修理过程 我想在我们的生命旅程 有不少觉得神在修理我 神有时候让你遇到困难痛苦 修剪是很痛的 假如神不让他的手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直走下去的时候 是更危险的 有可能成为跟主 远离却在服事主的人 那喜欢种果式或种菜的人都知道 这个连结的重要性 凡使我 他就修理干净 目的目的是什么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在第一段里面 他强调一句话 藏在我里面 若不藏在我里面 这个叫对比 那你自己读的时候 你把藏在我里面 以下说了什么话 若不藏在我里面 结果会怎么样 你把它分在两边来写 他说 属于他的 他就修理干净 结果子更多 这个叫进阶 从结果子到结果子更多 更有效的藏存 若不藏在我里面 他的结果第一 不能结果子 不能结果子 在第四节 在第五节 若不藏在我里面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要被丢在外面 枯干烧掉了 所以圣经我们常注意一种 往上爬或往下躲 这个叫对比的线 往上爬讲到 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往下爬讲到 若不藏在我里面 请你特别注意 这个藏字 藏 他不是说 你要在我里面 只要藏在我里面 从在我里面 进到藏在我里面 那我们自己就要去摸想 什么叫着 藏在 在耶稣里面 什么叫着 连结的紧密 什么叫着 若不藏在他里面 可能有时候在他里面 有时候不方便的时候 不藏在他里面 所以这一种关系 是生命的 在第一段的中心 就是这一句话 第五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这是我胡适子 常有一些话语 是做我的 警灯的 警戒的灯 常常告诉我自己 离了主 我就不能做什么 那么这一句话 假如一般人听起来 有点矛盾 我没有耶稣 我也做许多事情 我没有藏在他里面 我也做出有效果的事情 但耶稣讲的话是缺真的 多少基督徒 或是神谱 或是神所用的人 还是有跌倒 而是跌得惨 而是跌得不能起来的 就像这一段所说的 就哭开了 里面没有生命了 然后就被丢掉了 还拿去烧掉 实在讲 遇到这一种的基督徒 或是神谱的时候 我的心都非常的难过 说主啊 怎么没有人 及时去提醒他 或是你因为爱他 使他不注意这样 变成 自我狂大 自我膨大 然后就藐视 别人对他的规劝 而往走下坡道 被烧掉呢 其实这一件丢掉 并不是神所爱的 他最爱的是什么 把我们修理干净 多结果子 所以我们如何才能 藏在他里面呢 藏在他里面的人呢 他会用什么方法 来洁净我们呢 有两个地方 第三节 因为他的道 可以洁净我们 第二 因为他的话 就是第七节 藏在我里面的 我的话 也藏在你们里面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话 对我们的连结 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这样 我非常鼓励信徒 自己读经 来领受神的话语 不全靠别人讲的 而是在里面 自己去挖出来的东西 感谢主 他实在是很爱我们 很爱我们 他选招我们以后 就是要我们 紧紧连在他上面 让我们 跟他的关系 是像生命的连结 像一根枝子 跟事干的关系 我因为里面的饥渴 或是需要 我除了读经以外 每个礼拜 我会选一些 我看过的书 或是还没有看的书 然后起来 得到一些补给营养 来显示自己 是否藏在他里面 这个礼拜 我看了一本 我买了很久 但是没有看的书 这本书叫做The God Instinct 是作者是 Tom Stella H-T-E-L-L-A 我想这么 不是非常有名的书 但是呢 很有内容的书 我想是没有翻译吧 因为它很小 那么 这个礼拜 我看了一段 是叫做关系 他特别提到 我们因为跟主的关系 对了 但是他特别提到 是因为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对了 就能够活吃 在关系上 没有 虾子的跟人的关系 为什么说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 要先好呢 其实 我们是常常期待别人 能够照我们期待的方法来生活 使我们快乐 他说 他给自私这个字 selfishness 自私这个字的解释 是我们不断的期待别人 能够使我们快乐 就变成自私 所以呢 会变成控制 manipulative 要人 长久的 来使我们 能控制他 就是他能照我心所愿的 去做 我也 摸想自己 很多时候里面会有一种 失去了那个安定跟平安吗 是为什么 回到约翰福音 我要如何 藏在他里面呢 藏在他里面 他也藏在我里面 藏在他里面 第二点 他的话藏在我里面 结果 从结果子到多结果子 然后他的高峰是什么 多结果子不是叫我们去得制服 第五节 多结果子是使我的父得荣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戒 我做工假如有功效 我被acknowledge 被承认了 被肯定了 这都是很好的 但是 假如护神没有得荣耀 就是在我一切生命的果效里面 不是为了高举他 而是为了完成自己某一个盼望 意向或梦 父神就没有得到荣耀 多结果子 我父就得荣耀 这个叫做约翰福音里面 十五章里面的最高的关系 最高的关系 就是我的父得荣耀 因为我有多结果子 全然是为了他 我不知道你如何维持你跟主紧密的关系 我自己有为自己放一些字 第一个是渴慕他 渴慕他 向他不停地说 主啊 我需要你 我渴慕你 除你以外 没有什么 可以叫我满足的 除你以外 天上地下 也没有所爱慕的 这个渴慕 这个渴慕 我通常给他叫做 hunger after God 饥饿的要省 就是这个意思 hunger after God 这种饥饿 不是任何可以弥补跟添满 我们这种饥饿 所以 古代圣徒 经历了这种地层之后 会像奥古斯丁说 在我的心里面 有一个地方 是你要居住的 只有当我回到那个地方 跟你相遇 我才有安息 我才有安息 渴慕他 诗篇 比较 讲多这一方面的 诗人的经历 所以 如露渴慕 吸水 我的心渴慕里 我到你面前 如断过来的孩子 那就是渴慕 神的爱的拥抱 从渴慕子自己 我们会渴慕 平安从他来 喜乐从他来 满足从他来 这对我们一个属世的人 是一个很大的调整 很大的调整 怎么样叫我不爱世界呢 怎么样叫我只有 要他 爱他呢 这个礼拜 准备的过程 我在想到 在网路上 tube上面 有这个代记中 牧师 他接任这一个 华神的院长 五十年后 自从 创立 以前 代德森 代德森 对 创立者是代德森 但是就任是代记中 那我看他 站在那里 我心中 有很大的感触 我说 这岂不是 所有 服侍你的人 心中的一个 祷告吗 就是 生命的传承 爱神 胜过一切的心 你这样 祝福这个家 真是 太 感动了 Youtube又出现 是昨天还是 前天 好像是 Steven给我的 还是谁给我的 就是 Maria 是代德森的 是 女儿吗 还是 孙女 孙女 她做见证 他们如何 在 二战的时候 一千四百个 宣教士的 儿女 在一个学校 住室的 都被赶了 一百多把 然后被赶到 集中营 在那里 五年半 没有见过父母 但是呢 里面也有 宣教士 特别是 那个赛跑得名的 Eric Lidder 他后来是死在 集中营 也在里面 都用神的话语 来带领 这一群 离开父母 这么久的 儿女们 他说 1945年 听到一个 不同声音的 飞机 飞过来 然后呢 宣布 二战 结束了 人军 胜利了 他们将被安排 回到 他们的家 他说 那一天 大家的狂欢 他永远 不会忘记 但是 他这个 见证的中心 点在一点 说 他的父母 常常 告诉他们 一句话 当你 去 服侍 神的 人 神就 服侍 你的 儿女 所以 他说 他的父母 是这样 做这种榜样 是他们有 坚定的 信心 我在 莫斯科的 福音营 曾经 有跟 这个 戴牧师 他被邀请 做讲员 非常有力量 非常感动人 因为 因为在他 因为在他里面 有一个 生命 传承在他里面 唯有 服侍 主 做最 重要的 目标 这一篇 圣经 也叫我 做了 非常多的 回想 今早 我还起来 默想 这一篇 的时候 我想到 我这一个人 怎么能到 恩典跟灵敏 我还不到 一岁 就犯了肺炎 我一共 一生到现在 死三次 没有死去 还不到 一岁就肺炎 当时也没有药 发烧 发高烧 那听说 发高烧的时候 你让他 睡在土上面 希望 土能够吸收 他的热气 那我的母亲 请了一位中医 叫做 肖医师 他是非常爱 主的长老 他来看我 他说 让我们来祷告 假如神要留 这个孩子的生命 我会用 一个叫做 塞嘎 塞嘎 是一种 狮子的 那个脚 然后抹粉 那冲水 然后灌进去 我的牙根 已经咬紧 打不开 他们用这个 筷子把我 敲开 然后一滴一滴的 把这个药 弄进去 结果 我就回来了 那 这个医生 就在我 在台的时间 他 在台湾的时间 他一直 做照顾 我的医生 所以 第一关 过了 到17岁 又生大病 这一关 是最难过去的 那种时候 你所需要的 只剩下一件 主啊 你与我 同在 我信靠你 你与我 同在 带我 过这个 艰难的 日子 我没有想到 那一个 日子 竟然是 五年之久 其中 有一年 在医院 有一年 是完全 躺着 不能起来 第三个 难关 是到美国以后 我有一种 血小板 过低 低到一个 程度是 很难 活的 你们十几万 我才三万多 但是 有一位医生 我们找错了人 他说 叫我到他的诊所 要检查 他也没有 护士在旁 也没有什么 机器 只有拿了一个 打针的 简单的 小包包 来为我打 他说 现在我要 抽骨髓 然后 会打吗 要 他第一针 抽起来 还好 那第二针 他是 overdose 就是 接着 打两次 结果 我就休克 他 吓坏了 早上 还很早 他出来 他的clinic的走廊 那不是医院 只是clinic 大声喊救 结果呢 他们赶快打了911 我送到急诊室 已经 喉咙都关起来了 插管插不进去 插了三次 插到流血 都插不进去 刚好为我插的那一个 急诊室的医生 是我们教会的 会友医生的儿子 所以他应该认识我 第三次 我想他是用了相当的祷告 才插进去了 就救了我这个命的 所以 我会这么样的 觉得说 我离了他 什么都不能做 这个生命是从死 死因有骨 过三次出来的 所以就里面 非常的渴慕神 而且呢 没有你 我真是 什么都不能做 做也没有用 但是要怎么样 在忙的时候 这么忙的schedule之下 能够紧紧地在他里面呢 藏在他里面呢 然后让他的话 让他的道 洁净我 梦想跟读经 跟祷告 整天 一有少微空 就是 进到里面 祷告 主啊 我与你相遇 求你带我 全然 跟你有 紧密的关系 我可以体会 耶稣在这里 怎么样 这样再三的叮咛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你们要藏在我的话里面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什么也不能做 就枯干了 就烧掉 就没了 在这一个一章里面 我希望你还能去体会到 耶稣爱我们的心肠 所以在第一段 讲到这个 紧密连接的重要性 我在他里面 他在我里面 他多么爱我们啊 舍弃天上的宝座 为我受定 受死 复活 且成为在他里面的圣灵 来住在我里面 第一段的关系 是一个门徒的关系 在第八节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的荣耀 你们也就是 我的门徒了 门徒的关系 这关系在本章 有三个 我现在先把它讲 你把它连起来 第一 跟主是门徒的关系 第二 是在十四节 是朋友的关系 第三 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主仆关系 这是十六节 就是被拆遣 主人拆遣我们出去 所以这三个关系 是任何一个基督徒 都蒙恩得救以后 承受的三个关系 与耶稣的关系 我是他的门徒 是学习的人 是跟随他的人 Elena Elena Elisiple 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 这是门徒的定义 门徒是诚心诚意 要受耶稣的信任 然后紧紧跟随他 顺服他 但是主这样的爱我们 到第二段 我们进入第二段 是爱的关系 我常常努力 想要明白 或是抓住 去真正经验 主实在非常爱我 但是我到后来的 那个领悟 就是说 我永远没办法 去全然了解 主耶稣 为什么这样爱我 I can never comprehend not only cannot understand I can never comprehend how much He loves me 不能完全领悟 明摆 不能 因为他爱我们太深 超过所有的关系 爱我道愿意为我舍命 还继续地照顾关爱我 能够为他多结果子 荣耀护神的名 我们现在进到第二段 那第二段的第九节 到十一节 这一段是本章的一个中心 因为假如没有这个爱的关系 我们的福事会很辛苦 会很劳力 有这个爱的关系 我们福事才有喜乐 他怎么说呢 我爱你们 正如爱父爱我一样 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就会问说 主啊 怎么可能啊 你爱我到这样 好像天父爱耶稣那样 耶稣爱我们 爱到这样 所以他从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好 这个叫做进步 进程 progression 从藏在我里面 进到 藏在我的爱里 这就是福事的动机跟力量 常常是住在主的爱里面 有安息 有满足 什么样的满足呢 请看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哇 原来 我要 常常没有脱离主的爱 是要在他的命令里面 居住 所以 我与主的关系 就不是惧怕的关系了 不是惧怕神愤怒 也不是惧怕 他 他 弃绝我 乃是 因为 我爱他 他爱我 所以这个叫动机 爱的动机在第二段 爱的关系 进到爱的动机 接受主的爱 藏在他的爱里 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变成 主的命令对你 非常的重要 你会很仔细地 去读 他到底命令我什么 我这个礼拜 也拿了一本 我很久没有看的这本书 叫做 传承之所 Unlocking your legacy 你假如 买英文的还会快又便宜 很实际的 一本书 他叫做 Unlocking your legacy 你所受的 宝贝 要传下去 如何传下去 他有很多秘诀 作者是 Paul J. Mayer M.E.Y.E.R 他是 时代杂志 暢销的作者 连 连John Maxwell 也推荐 这一本书 传承之所 25个 成功的钥匙 他里面 谈到很多 实际的生活 他特别 有提到 祷告 祷告 他说 他祷告 有五个原因 第一 我爱祷告 爱跟神 来往 第二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没办法去控制一切 我就要祷告 我要在他掌握主权之下 来服事 那我就不会这么看重我自己的成败 因为果效是他的 做是为他做的 第三 我需要帮助 所以我祷告 他说 很多 经历 我们得到了神的帮助 所以 我们也就要 喜欢 去帮助人 第四 我为什么要祷告 我希望 事情有所改变 生命有所改变 是我自己做不到的 是神自己 来在我身上 做生命改变的工作 最后 我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我要成就神的旨意 所以 他说 他几年前进行了一个计划 他这个计划就是 用经济帮助不能上大学的年轻人 那他的基金叫做Passport to success 成功护照基金会 好好玩哦 这个题目很好 Passport to success 专门去找年轻人 贫穷 无法上大学的 给他奖学金 他说他这个动作 帮助了不少 对自己已经放弃 没有希望上大学的人上去 他说他也这样 影响了许多企业界 因为他是企业家 企业界的人 来行这个路 我在整理 过去的档案 昨天 昨天 有看到一封从 屏东海丰小学所寄给我们的信 这信已经放了这么久 四十多年 里面就是校长写来 谢谢我们 在他学校 成立奖学金 我们叫多家会 帮助人的 然后第一期 有四个学生的名字写在那里 什么人领了奖学金 然后他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 多半是做工人 所以没办法供应他 校长后来就写了一封信 谢谢我们 我把他存起来 我在想我假如又回台湾 这一次我想去拜访这个学校 也很想知道这四个学生 现在如何 而且还可以继续帮助 但是呢 里面这里 除了这个爱的关系 是带我们到一种喜乐的满足 在11节 我对你们说了 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这个满足的喜乐 是什么呢 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第十节 所说的 我们尝到主的爱 我们尝到 遵守他命令的喜乐 我们尝到这一种关系的紧密性 满足的喜乐 我常常想说 主一定不要我们为他做工 做得这么没有喜乐 因为重担太多 就会失去一种喜乐 主说他给我们的喜乐 是满足的喜乐 第二段呢 第二个阶段是讲到 朋友的爱 能为朋友舍命 没有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讲到耶稣为我舍命 为我流血 我常常给自己一些营养的食品 我讲的是圣经 然后其中 像有一句话说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一句话成为我很大的 一个目标 跟动力 他爱我 为我舍己 还有离了我 你就不能做什么 这也是其中的一句 神 自己 成为我们的朋友 朋友 有好几种 前天我像 上礼拜六 像莫斯科 讲座的时候 讲到朋友有 陌生的朋友 一般的朋友 知己的朋友 也是在这里讲的是一个 舍命的爱 所带来的 知己的朋友 他就是要把他最好的都给我们 他要我们感受他的爱 这种情况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感恩他 而不要停顿在一个陌生的朋友 进到知己的朋友 到了第二段的高峰 第二段的高峰就是 藏在他里面 他也藏在我们里面 然后我们的关系 从门徒进到朋友 现在要进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相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丰富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 第二段的结论 正是第二段的中心 不但我有主的爱 我爱他 所以遵守他的命令 我更要彼此的相爱 互相彼此的相爱 出于爱的 就有很大的感召力 我自己经过很多的困难 在困难当中 每一个时期 都有神拆来帮助我的朋友 那我就很珍惜这些朋友 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那既然是朋友 你也很想为朋友做事 所以关心他们的生命 关心他们的家人 关心他们的健康 然后成为一个知己的朋友 感谢主 神差异我们是因为他 要我们去经历他 在台南神学院的礼堂 有很大的礼堂 每个礼拜三有祷告会 全体师生都要参加 现在听说没有了 然后第一个进去的 是我们的一个宣教士老师 教新乐的安牧师 他是从英国派来两位 一个教新乐 一个教旧乐 一个是全神派的 一个是自由派的 完全不同 那这个每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已经看到他跪在最后一排在祷告 他上我们的新乐 等于是一个生命课 不是讲课而已 是一个生命的传承 这印象太大了 我每次去做礼拜的时候 都会被那个前门上面 里面的讲台后面的这个字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派你们去结果子 家里面的果子长存 这个叫做永续性的生命影响 永续性的生命影响 作者Paul Mayer 这本书很强调 你要如何去使你周围的人 都能信主 他说一个机会也不输去 凡他所到的地方 连这个去吃饭 对Waitress他的关怀的话语 都会带来人想知道 更多关于你所说的好消息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这个叫我们谦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去结果子 结果子更多 好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应许 你把所有的应许都写出来 他有命令 他有应许 应许呢 重复了几次 就是关于祷告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丰富你们 我们是要叫你们 彼此相爱 从爱自己 到爱主 到领受主的爱 到彼此相爱 这个题目很大 而且不是只有话语的传承 是行动的传承 希望我们这一个团队 是一个爱的团队 为彼此的至高至上至美 来贡献自己 为了爱 你不但为他祷告 你还要跟他 心对心 灵对灵的 坦白的交往 交通 最后我们看到 世界跟我们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提醒我们一件事 我们不属世界 我们不属世界 却被派到世界 这个奥秘 不属世界 却被派到世界 一个礼拜当中 我相信你有很多的 经历 或是你读经的领受 你也可以 多与大家分享 但我鼓励你 把约翰福音15章 再三地读 它的最高峰在最后一句 我要重复那里 派保卫师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是要为我做见证 做见证 在这一章也是很重要的 圣灵来 做见证 说耶稣是谁 圣灵来 帮助我们做见证 有功效 我在整理文物室的手册的时候 看到他有写很多人的名字 那其中有一个名字是 我们Florida一位好朋友 常为我们奉献的 他的太太的妈妈 字子怎么去 名字写在那里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 去拜访他 但是我昨天问这个女儿 我说 惠灵 我有看到吴牧师 写你妈妈的名字 在他的祷告部 他去过探访他吗 不然我会去探访他 他说 哎呀我们家族 有我一个信主 哥哥妈妈都还没有信主 九十几岁了 你说你要为他祷告 让他能够 归回神的怀抱 享受他 那我就开始为这个姐妹祷告 亲爱的童工 我分享这一章是我自己的领受 我希望神自己 拉紧我们跟他的关系 也拉紧我们跟 我们周围的同工朋友 的关系 也拉紧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是被拆套世界 却不是世界 我们的宗旨目标 结果之长存 就是为主做见证 使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 好我们一起祷告 给你自己祷告的时间 可目一个 能结果子的生命吗 而且是长存的生命 忍得住神对你的修理干净吗 可目他 可目与他 藏在他里面 他藏在我里面 可目与他 进入爱的关系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但愿这个爱 叫我们有喜乐 且有满足的喜乐 我们是 门拣选的一群 我们不是普通的人 我们是主的仆人 从朋友进到仆人 我们被拆到世界 随时随地 我们唯一的目标 就是为主做见证 借着话语 借着生命 你假如可目这种关系 你就向神做一个祷告 藏在他里面 他也藏在我里面 那离到他 我就不能做什么 叫我感谢你 感谢你这么爱我们 恩主我们谢谢你 不但为我们舍命 还来住在我们里面 你不但修理我们干净 还要我们藏在你里面 来结出长存的果子 主啊 可目你 可目跟你生命的连结 深度的连结 可目你 经历你的爱 也学习爱你 主啊 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 也愿意做你的仆人 从门徒到朋友到仆人 主啊 把我们永远 拢在你的爱里面 祝福我们的同工 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不是我们做得来的 主啊 但愿你自己 在我们里面 就是那永居的圣灵 能够启示我们 光照我们 也祝福我们的同工团 真的有从心里的 彼此相爱的心 祝福我们这一个礼拜 接下去要做的事工 还有很多的开会 还有见证的机会 主啊 祝福我们 也祝福我们的 看物 不久就要出去 能够替你说话 祷告奉子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